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牛仔蓝套装亮相秀场 不愧是香家少年 气质拿捏到位 香奈儿深圳大秀来了 王一博无愧于香家少年 一身牛仔蓝套装亮相 帅气短发搭配墨镜 气质拿捏到位 这次的香奈儿大秀 在深圳举行 可谓是关注度达到了一个爆棚 现场人山人海 在王一博到达后 更是人声鼎沸 有种走路都挤不动的及时感 没想到 现场会这么多人 特别是在王一博出现后 蜂拥而至 可见人气到底有多高了吧 这就是内于鼎中鼎的存在 在这次的大秀上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一身牛仔系列的套装亮相 又是一套没有发布过的超级新品 香家给予王一博的待遇不言而喻 很显眼的地方是 这次王一博的牛仔外套上的五瓣花的刺绣 很有中国元素 估计上架后会成为爆款 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品味 同时 王一博的裤子 牛仔喇叭裤 带着香家的大logo 这身打扮看下来 简灵还时尚 说不出的前卫和时髦 就是看着少年感十足 没办法 王一博的厉害之处就是 穿衣很有品味 不愧是香家少年 总会把他家的衣服穿出自己的品味 带着自己的风格 凸显自己的特色 不同于之前的一头白金发色 这次黑色头发 看起来很干练 随便抓两下 王一博的气质就展现出来魅力 这张帅气的脸 搭配香家的墨镜 整个人看起来的酷 且不说王一博的人气 他所在就是焦点 整个现场在王一博出现后 就异常的火爆 簇拥在他身边 看到入场 都无从下角的感觉 就知道人气到底有多顶 通过现场的画面 我们看到 王一博的待遇不一般 坐在王一博身边的 就是香奈儿的总裁 现场给了王一博好多镜头 看到他出现在大屏幕上 哪怕是戴着墨镜 笑起来的样子都感受到那份热情 其实王一博是个低调的人 他有点腼腆 这次坐在王一博一侧的 还有陈伟霆 两位大帅哥同框的画面 还是挺养眼的 现场好多人都拍到了王一博 在自己家门口的大秀 看得出来王一博是放松的 好多人看到他面对镜头招手 微笑 甚至还啃手指 很符合王一博的个性 王一博是一个生活中不做作的人 足够的真实 做事也沉稳 受到不少人的喜欢 特别是业内长辈都喜欢夸的存在 香奈儿对王一博这位宠儿的喜欢 这次大秀安排在总裁旁边 拿出的单品也是首发 宣传的牌面更是满屏 皆是王一博的名字 头版封面 都给了王一博 还有后续的各种物料 也会随着大秀的开场 陆续送上 听闻这次香奈儿安排了王一博和周旭学网球 果然是宠溺有加 完全按照王一博的喜好来的节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